圣灵的工作是大能的 因为圣经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你就必得着能力 在希伯来书四章那边说 神的话是非常有能力的 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 我们也需要神话语的能力 但我们有圣灵的大能 和神的话语的能力 感谢主 谢谢大家 愿荣耀归给神 我可以在这边 圣灵就帮助我的爸爸 可以背诵圣经 远离魔鬼 特过圣灵的工作 神的恩典 我的爸爸就可以背诵五千段的圣经 他也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要背诵圣经 在神的恩典下 我也背诵了两百多圣经 二十章的圣经 我也同样教导我的孩子 背诵圣经 我的儿子以色列 有在当中 他背诵五百段的圣经 在我的家庭里面 因为我们背诵圣经 得到上帝很多的祝福 当你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 你有得到很多的祝福 我讲三样的祝福 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 在生命纪六章六节 上帝对以色列人家救约这样说 我告诉你的话 要把它存在心里 在保罗同样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 那边说 让神的话 丰丰富富的 存在心里面 有智慧的 存在你的心里面 除了这两段圣经 耶稣基督也说 祂的话 要存在我们的心里面 当神在我们里面 祂的话 也在我们里面 凡我们所祈求的 祂就成就 还有很多的见证 我现在继续说 为什么把圣经存在心里面 是这么重要的 如果你生病 你会看医生 那个医生就诊断你什么病 然后就开药给你 那你去药房 你就买药 那你怎样会好呢 不是你看医生 你就会好 不是你拿到药房 就会好 不是你走去买药 就会好 也不是你把药带回家 你就会好 也不是你把药放在枕头 睡觉的时候 你就会好 是 你会好 因为你把药吃进去 进去你的肚子里面 你吸收那个药 那你就会好 同样的道理 神的话要进去你的心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神的话语的能力 在你的生命里面 很多人家里有圣经 有些人把圣经放在枕头里面 睡觉 这些都不错 但是最重要 神的话要进去你的心里面 你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 九十 在正言三章说 那个所罗门说 当你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祝福 你会得到祝福和平安 每一个人都希望有平安 每一个人都希望可以兴旺 圣经是说 正言那边说 当你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的时候 你才会有平安和顺利 and the second thing is if you keep God's word in your heart and fear the Lord your bodies will get healing 继续就是 当你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的时候 你的身体也会得到好起来 and your bones will be nourished 你的骨头也得到滋润 so everybody wants to have a good health 每个人都希望你有健康的身体 so when we keep God's word in our heart that will give us health and also wealth 当我们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 我们会有健康的身体 and the third thing is 第三个原因 Psalm 19 verse 7 says The law of God is perfect and it revives our soul 诗篇十九章七节说 神的话是全备的 它可以使我们的灵魂苏醒 很多时候我们心灵里面 会觉得忧伤 会觉得难过 没有力量 and that's when we do bad things and that's when we make bad decisions 尤其是当我们做错事情 做错决定的时候 but King David said the law of the Lord is perfect and it revives our soul it quickens our soul 大卫王说 神的话是完备的 也能够复苏我们的心灵的 and James chapter 1 verses 21 says receive the word of God with meekness which is able to save your soul 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说 你要接受神的话的时候 会使你谦卑地去接受神的话 就会使你的心灵来复苏 神的话这么多的祝福 我刚才分享了三个 第一个就是 你有神的话的时候 你有顺利和兴盛 第二点就是 有神的话 我们的身体会健康 我们的骨头都得到滋润 and the third thing is reviving in the soul and saving our soul 第三就是 我们的心灵的深处 都得到帮助 得到复苏 where it is very hard to keep God's word in our hearts 有时候背诵神的话不容易 but the good thing is 但是好处是 Jesus has sent the Holy Spirit to help us to keep God's word in our hearts 因为圣灵 因为耶稣已经 拆派圣灵来 所以圣灵会帮助我们 祭送 背诵神的话 约翰福音十六章说 当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 他就引导我们 进到真理里面 约翰福音十七章 当耶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 就是说 求主来洁净 这一些的门徒 就是用神的话来洁净他们 所以主耶稣拆派圣灵 圣灵是带领我们 进到真理里面 所以有圣灵的帮助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神的话 记在我们心里 当我们把神的话 放在心里面 记在心里面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经历 真正的平安和顺利 当我们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 圣灵的工作 就使我们的身体能够健康 骨头都能够滋润 当我们有神的话 在我们的心里面的话 我们的灵魂可以得救 我们的灵魂也可以苏醒 我每天得到圣灵的帮助 可以三到五个小时 来敬拜 被圣经 默想圣经 这样我跟神的关系 非常清静 因为圣灵的工作 被诵圣经 默想圣经 所以我写了好几本书 其中一本就是 怎样用神的话 来祷告 第二本是 用神的话来敬拜神 我已经带了三千本 我从美国不同的州 去了新厚西州 分派这些书本 现在来到这边 分享我的书本 我现在剩下的不是很多 如果你说需要的话 你可以拿 因为过几天我就要离开了 我希望是看到生命被改变 圣灵的工作是大能的 因为圣经说 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你就必得着能力 在希伯来书4章那边说 神的话是非常有能力的 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 我们也需要神话语的能力 但我们有圣灵的大能和神的话语的能力 我们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 我们要看到人的生命 跟着神的话来走 然后生命被复兴 让神帮助我们 可以把祂的话记在心里面 经历神的 经历圣灵的大能 每一天 上帝赐福你们 感谢主 感谢主 好 我们做一个祷告 感谢主 荣耀归给主 谢谢主 你的花是何等的真实 美好 透过你的花 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透过你的花 我们知道我们如此的 被上帝你来拯救 透过你的爱子耶稣 从荣耀的天上 降临到这个卑微 罪恶的世界 来拯救我们 主耶稣的代死流血舍身 使我们可以信靠祂 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如今不单 我们有心天心地的盼望 我们也有 你施下 圣灵给我们能力的盼望 因此我们这个时刻 我们就恳求你 带领我们在 特别这段时间 来聆听你的花 你的花是我们脚前的灯 是我们路上的光 我们愿你的花 在这个时刻 接着圣灵的恩高 让我们心里面被打开 我们明白你的花 我们怎么样去遵守你的花 特别是遵守 在启示录里面 所教导我们的预言 感谢赞美主 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或许我们身体有疲累的 求你除气 给我们饱足的精神 我们在你面前 献上一切的感谢 祷告 是靠救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Amen Amen